曾因颜值不够出众,被称为最丑影后的秦海露,在节目《花哨舞》中逆袭形象,从强势毒蛇的大姐形象转变为靠谱,喜欢听霸总小说《爱撒娇的小娇妻》,让观众大跌眼镜。 在事业上,她曾获得多个权威奖项提名,并凭借实力征服了观众,交出了许多高口碑作品,先后获得多个重量级影后奖项。 而感情方面,经历两次失败恋情后,秦海露终于遇到对的人,大七岁离异的王新军,两人相濡以沫,结婚生子,如今一家三口幸福美满。